过去一年半来,这个天各一方的小家庭经历了外界难以想象的胶着、等待。 2016年8月,实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博士生的王熙悦在伊朗被逮捕, 关押在德黑兰的监狱中。 隔年,伊朗当局以间谍罪和与伊朗有敌对关系的国家进行合作罪, 判处他十年徒刑并驳回上诉。 王熙悦的妻子曲化坚称,丈夫是无辜的。 从8月开始,转到普通监狱的王熙悦可以每天给妻子打电话。 从这些电话中,他知道丈夫的情绪非常不稳定。 哭啊,巴巴的哭,以前从来没有,以前从来没看见我王熙悦哭。 这都是非常典型的抑郁症的,就是这种症状。 取话说,这场灾难中最可怜的要数他们四岁的儿子。 一年多没有见到爸爸的他,无法理解事件的复杂背景。 只知道爸爸被坏人抓走了,关在城堡的地牢里。 王熙悦不应该成为哪一政治关系的承担这种沉重的负担。 我们这个小家庭,我们凭什么要承担这种负担呢? 美国政府否认王熙悦和美国政府有任何联系, 并多次呼吁伊朗当局将其释放。 取话说,仅仅发生是远远不够的。 他希望能看到美方真正的行动。 哎呀,我的全部的希望都是在于白宫,都是在于川普政府。 就是真的是这样。 我自己也是各种各种渠道在过去。 但是任何努力都是需要白宫去进行推动的。 我现在希望看到的是他真正的能够做到,把王熙悦再回来。 VOA卫视电视报道。